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总裁李德17号发表文章称 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采用各种手段无情攻击美国经济 并利用出口融资来扭曲市场竞争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也表示 中国共产党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不是真的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美国的论调纯粹是酸葡萄心态 中方与有关国家的务实合作好不好 事实摆在哪里 中方积极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包括出口信贷在内的 丰富多样的融资支持 满足其经济发展需要 中方在同外方开展有关合作中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坚持开放绿色连接等理念 努力实现高标准 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美国这些人 所谓好的中国项目 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论调纯粹是酸葡萄心理 总之中方与有关国家的务实合作好不好 事实是摆在那里的 赵立坚表示 对一些歪曲甚至编造事实抹黑中国的人士 最应该做的是反省自身 美国滥用所谓国家安全借口 肆意打压别国企业 剥夺外国企业市场准入 强迫外国企业出售股份和技术给本国企业 强制第三国切断对他国企业的正常技术和产品供应 在第三国抓扣他国企业高管 这才是肆意的政府干预 导致了大量的市场扭曲 是对世贸组织规则和多别贸易体系的严重破坏